其實我們跟美方都有非常緊密的溝通跟互動 也有充分的信任 就我們的了解拜習會是要來管控衝突 也就是現在美中之間有許多層次的競爭 這個競爭不要演變成衝突 這個會影響到台灣和平穩定的衝突 那台灣對於我們自身的安全我們的和平穩定 我相信這是跟美方跟周邊區域所有利害相關者 一個共同重要的一個議題跟利害所在 也是大家共同所關心的 對 那很多人關心現在關心台灣的這個安全 是不是中國會有一些動作 那你怎麼看呢 尤其是這個六中全會以後習近平他的權力更加鞏固 那很多人說台灣就是最後一塊拼頭 那美方各界都非常關心台海的穩定 台灣的安全以及局勢的發展 那這一點我們會緊密的繼續跟美方各界 來做最好的一個合作 來確保台灣的安全能夠被保障 謝謝